2021年四季度央行评级结果显示 那么参评的4398家银行业机构中 在安全边际内的1到7级金融机构 有4082家机构数量 占银行业参评机构的93% 资产规模占银行业参评机构的99% 那么其中24家大型银行评级 始终保持在1至5级 是优良评级 资产规模占整个银行业参评机构的70% 是整个金融业的压仓石 那么8到D级的高风险机构 共316家 那么这316家高风险机构的数量 占银行业参评机构的7% 但是 但是资产规模仅占银行业参评机构的1% 也就是说 绝大部分中小银行的央行评级 均处于安全边界内 整体看 我国金融风险收敛 总体可控 99%的银行业资产 处在安全边界内 截至2021年末 我国银行业机构总资产 345万亿 占整个金融业总资产的90% 所以我们说银行稳 则金融稳 iety zame wasted 主持人 Под our 苏